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爸爸就问他 饭盒你洗了吗 儿子摇摇头说 怎么了 之后爸爸就问 那你什么时候洗 他就说 不知道 等一会儿 那他就走了 结果这个饭盒就由礼拜五的夜晚刻 一直摆到礼拜日的夜晚刻 虽然爸爸妈妈看到 真的有点想骂人 甚至乎有冲动想帮他洗掉 于是到了礼拜日的夜晚刻 吃完晚饭之后 就是平时要把食物放入饭盒的时候 这个爸爸就走进厨房 拿起饭盒 当着儿子在面前 就把食物放进去 小朋友看到之后就很紧张 就问个爸爸 爸爸 你帮我洗了吗 但爸爸就说 不是啊 但你不用嘛 那就直接拿来用了 小朋友就抢了饭盒 立刻拿去洗净 之后这个小朋友就再不会 懒洗自己这个饭盒了 我朋友就说 他们当然愿意 无条件地去帮小朋友善口 甚至乎帮他洗完又怎样呢 但是 他们要用心机和气力 来培养这些小朋友 学会自律和有责任心 准备将来他可以有独立的能力 那才真是爱他嘛 就像《旧约圣经》 《心言书》第十九章十八字里面说 趁有子望 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你觉得 是不是都是同一的道理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于爱恋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发电邮到 是52mtalk at gmail.com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